还是农场风作区 这把是野牌 拿了一把三倍镜的M300 外加一把双管喷 很明显是错误装备直进的 这把就意思了 经典的一小伯大局 三个人的队友装备都比我好 最后居然都嘎了 就剩我自己了 最后我也是疯狂博弈 飞飞撤离 这一局很精彩 你仔细慢慢看 开局咱们复活在了绿管的一号点 直接和他们归兔赛跑 没钱了没钱了 不闪了不闪了 能不能让我开个保险 能不能让我开个保险 我想开个打进 哎呀他有主格防钥匙 你说我抢你的吧 还不太好 我看你开吧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出啥 我不抢你的 我这个人比较有素质 很明显这小子体质比较好 没有抢过他 我也让人素质没有抢他的 看他可这摸保险 出啥了一号 怎么谁说话这是 你们你们枪怎么这么好 怎么枪好好 我想我弯弯你们枪行不行 人呐这边集合 我操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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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候听到情报刷一点 那边过了一个人 在清外边的鸡哥 赶紧往后边拉一手 感觉这小子已经到近点了 前面那个声门不动 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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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枪好枪他是好枪 咱们这边也是打个状态 准备直接往外边拉 看看能不能返架一手 这时候刚刚跳过来 从门缝里边看这小子了 直接一枪 抱头天走 打掉这个完枪之后 准备往前边拉一手 看看他有没有队友 我打掉一个 简单加了一下 没有发现声门 这时候我就准备直接过去 看看这包里边是什么东西 本来以为是A-4 A-4 A-4 原来是A-5 A-7 传了一个5G单挂甲 装备还算不错 直接把它装备换了 拿走 拿他弹管架之后赶紧跑 不确定外边还有没有玩家 转了就跑转了就跑 转了转了转了 转了转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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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了转了 回来之后 找个安心的地方 把它的装备利用上 赶紧过来 过来 什么什么的 过来 过来 OK 等了两三分钟 也是发现 后边的削口 好像是过来玩家了 看到声门了 准备过来架一手 架了一下子 小的也是不动了 好像是在前边的围墙处 好像不止一个 就在这时候 后边又跟过来一个 好像是两个玩家 他来到后边的废车了 上来了 他好像要跳进来 他拘着一个 这小子好像是刚刚进来 就被咱们的队友给拘了 赶紧架一下左边 我才被队友直接拘掉了 这时候发现 他们前面有两个声门了 好像是两个人 这时候他过来了 好像看到头盔了 直接被我一枪给点掉了 后面有两个 后面 后边靴口我打掉了一个 被我抱头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他走那个宿舍楼那边有一个 然后那个202下面一个 干嘛的 202下面那个被我 被我打掉了 楼里边见人了 楼里边见人了 这时候咱们楼里边 是有一个队友的 这小的见了之后 直接给咱们队友打掉了 是一把发老 听到他了 他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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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个 他在那个二楼梯那里 然后他 他把我 中级围 中级围 下来可以打掉 我才不止一个 两个人 这儿确定是两个玩家了 咱们这把枪没有太多的子弹 所以说要打得节省一点 找个机会 看看怎么打他们 这楼里边守不住呢 怎么 这时候看地图 咱们屁股后边 古屋小屋 是有一个队友的 是那把大居 这时候听到楼里边 是有两个玩家 两个声纹 然后紧接着 葛这边僵尸了一会儿 我想干他们 说实在的 我想放手一波了 里边又俩人 等了四五分钟 这帮小子也是不敢 过来抓我 然后准备把装备藏一藏 准备冲锋了 就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 后边又来一个 这时候发现 后边又来一个 玩家古屋小屋这边来的 给他们队友偷掉了 给队友偷了 这个局面对于我来说 就是很不利了 直接面临一为三的挑战了 这时候咱们的想法 就是想办法先抽掉一个 然后再去一为二 还有赢的可能性 三个人 这时候又等了两分钟 古屋小屋的 这小子可能是要过来了 他没有听到我的位置 准备搁这边遛他一手 这时候咱们也是成功 给他遛死了 咱们的位置也是暴露了 不着急 看看他们过来抓不抓我 这时候听到里边有一个声文 直接拉到了二人一的楼梯处 好像和那个缺口在架我 没过来打一下体验枪 果然看到他了 但是没有打到他的头盔 没打到头 这小子知道我的位置之后 也是不敢跟我对了 直接拿来炸我 这小子也是不想武德呀 本来以为这个位置 他是扎不到我的 没撑响 他这个雷扔的也是还好 直接给我炸残了 我这边也是赶紧打一下状态 就在我打状态的时候 他们也是不敢过来冲我 很明显很怂 咱们趁这个机会填下包 看看包里边 有没有什么能力用的东西 这时候听到那小的还在那个位置 准备直接过去打他一手 看能不能驾到他 看这小的的位置 好像是在201的楼梯处附近 这位置咱们是打不到他的 准备拉到左边 因为里边不止他一个 干我啊 小卡拉蜜 咔个屁 他们也是特别的怂 不敢过来 就在我跳的时候 看到一楼的窗口 有一个玩家 果然在那边架我呢 咱们也是直接选择来到这边 喂他包子吃 咱这个位置是可以扎到的 小的听到我捏手雷了 再补一个 然后直接冲他 这小的应该是耳鸣了 听到他拉包了果然惨了 不需要是 就在这时候听到他的队友过来支援了 就在我的脑袋顶上面 不着急 看他下不下来 看他磨磨叽叽的不敢下来 咱们过去主动找他 他也是跟我周旋 准备捏个手雷 吓他一手 这小子果然听到我把雷的声音 拉到后边去了 直接跳出来 打中我两枪 捏个手雷 这小子直接拉到201那边去了 听到猜草火声 跑到了花园 听到他也扔雷了 赶紧跑 这个雷不知道能不能扎到我 我俩也是大概博弈了六七分钟的样子 然后因为时间原因 我就直接剪掉了 这时候他已经被咱们逼到外边了 听到这小子好像要过来了 看到这小子跳到右手边了 咱们这边也是没有水了 我现在准备直接动手了 我都想跟他 我直接跟他干得了 我操 这时候确定在咱们的右手边 直接大跳 跳过来之后他没有动静 听到他扔燃烧瓶了 直接过来打他 你妈的扔火 玩火是吧 火麻是吧 一波妖射直接拿下 剩下的就是飞飞的填饱时间了 这小子也是拿了一把法老 装备很不错 看到里边有两个盒子 大概炫了一下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然后摸了一下202的盒子 队友盒 看能不能给他带点东西 感觉没有什么好带的 这边的话是一把VSS 一个司机甲 装备还算不错 这边是被队友拘掉的包 过来是一把破AK 进来仔细的摸了一下老六房的包 发现包里边藏了一把法老还不错 然后把队友的镜子带着 这时候也炫的差不多了 然后就直接撤离了 这把杀了五个人 咱们打这枪 搞了五个人 这把这把这把 这把某队友的 就应该